体力以及战力 战力以及国力 具备良好的体能是身为一位军人最基本的条件 而现行国军也推行了多元体能训测 以更多元的训练方式来提升整体的训练成效与战力 是的 除了既有的基本体能检测项目 有福利挺身 仰卧起座及三千公尺跑步等项目以外 今年起更新增了狐林平举 平板身体及坐姿体前腕等六个项目 要用来加强训练官兵的上肢肌群 腹部核心肌群 心肺耐力跟柔软度 相信以目前的大家应该都迫不及待 想要赶紧来看看多元体能训测新增项目要如何操作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造官们的讲解一起来运动 请收看 我是好军人 具备强健体魄 我们都知道体力及国力 体能训练更是军事事务重要的一环 也是一位好军人的必要条件 更是战场杀敌的战斗基础 而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 我们的个人西行武器也随之更新了 那么战斗部队人员当然也要有强大的体势能来与之匹配 才能在未来的战场上面对最严峻艰难的挑战跟考验 那看到我今天这一身运动服装扮 就知道今天我要一起跟着大家去了解如何正确地做运动 避免运动伤害 来维持身心的健康 走吧 教官好 主持人好 教官 听说现在国军正在推行多元体能训测 是的 没有错 那其实国军叫战总则第六条 军人本色里面也充分地提到说 军人如果没有强健的体魄的话 是没有办法应变在战场上这些瞬息外面的情况的 而且可能会因为生理因素的不足不够坚强 进而影响到精神意志 就没有办法充分地发挥作战力 是的 主持人说的没有错 正所谓体力就是发挥战力的重要关键 我们国军现行推行的多元体能训测 就是要借由多元性多元化的训练项目与方式 来提供官兵实施训练 那这两位 这两位就是我们陆军官校运动科学系的学生 你们好 他们现在所呈现的方式 就是为了让主持人及各位观众 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到 我们在操作各项运动的时候 究竟有使用哪一些机群 了解 可是教官 因为我们都知道军中本来就有 福地挺身 仰卧起坐 跟三千公尺跑步 那多元体能训测 只有这些项目吗 还是多了哪一些 首先我先针对 基本体能三项的福地挺身仰卧起坐 以及三千公尺来实时介绍 首先在福地挺身的部分 福地挺身是针对我们上肢肌群 最有效率最简单的一个动作之一 主要的训练机群有我们的胸大肌 攻三头肌 以及前侧三角肌 还有后侧的肩甲骨 就是周边的旋转机群 那在操作之前 我们要先确认 双手的间隔距离 是在1.5倍的肩膀宽度 在预备动作的时候 还要将我们的肩关节 保持在外旋的姿势下 才开始操作 操作过程当中 我们要确保身体跟手臂的夹角 控制在45至60度之间 同时肩甲骨要在胸阔后方 适度的滑动 再来就是注意到 大腿前侧的股市头肌 以及后侧的腾大肌 要维持相等的张力 以让身体呈现一直线 在正确有效的范围内进行运动 在仰卧起座的部分 预备的时候我们将双手 服贴在耳机旁边 那在我们的髋关节 是紧贴在地面上 但是在这个时候的腰椎呢 是保持距离地面 一个手掌的厚度 以避免我们的腰椎过度前凸 或者是扶含歪斜的状况发生 那另外在操作过程当中呢 上来的状况之下 要将我们的腰椎跟颈椎 控制在适度的弯曲状态 如果过度的弯曲 长期下来会造成神经 或者是嘴尖盘的压迫 哦 了解 原来这么多学问 那3000公尺跑步 总没有这么多复杂的东西了吧 3000公尺跑步基本上 看似是最简单的一个项目 但其实它是充满了非常多 运动生理学 或者是生物力学的一个学科理论在 那主要是包含说 在我们的脚步落地的时候 要以前脚掌的方式来落地 避免造成竹根传导致膝关节 甚至髋关节的更多的冲击伤害发生 以上就是三项基本体能的介绍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多元体能训车的重头器了 请到我们的示范区来看示范 好 第一个项目是平板撑体 在操作的时候 我们会以双手握拳的方式 手肘撑于地板上 手肘的宽度会与肩膀同宽 那再将脚向后平伸 双脚的宽度可以距离一个脚掌的宽度 或者是并腿 这样就是我们的标准动作 哦 不过教官你说到标准动作 那常常会做错的地方是哪里啊 主要就是说 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肌力退化会产生腰部下沉的现象 或者是臀部向上抬起过高的现象 那这样的方式都会造成我们腰背部 肌肉张力不均衡 容易造成下背酸痛的现象 哦 了解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第二个狐狸平举的动作 好 第二个项目为狐狸平举 在预备的时候 我们以双脚转开与肩同宽 站立姿势 向下屈膝 取狐狸向上抬起 好 开始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以虚肘的方式 将狐狸抬一刀至胸口前 此时 肘部高度会与肩部同高 再放下恢复预备姿势 这样就继为一次 那如此反复的操作 哦 可是教官 因为我们通常在做这动作 很常举过头对不对 对 没错 那尤其是女孩子 肌力比较不够的状况之下 容易会产生以肩膀 耸肩的方式向上抬起 那此时我们的肘部高度 就会高于肩膀 那这样子会比较容易造成肩关节 夹起症候前的状况发生 这个项目是我们的仰臥卷腹 在预备的时候 我们会踩仰臥姿势 双脚屈膝约90度 脚掌平贴地面与肩同宽 双手置于身体两侧 确认双手中指指尖切起在第一条标志线的内侧圆 接着将头部抬立地面 这样子才是一个完整的预备动作 闻听第一声提示音时 将上半身抬立地面 并运用腹部的肌力 使双手掌平贴地面向前滑动 接触第二条标志线的内侧圆 闻听第二声提示音之后 再将上半身帮回地面 恢复预备姿势 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祭翅动作 教官感觉看起来比一般的仰臥子都还要难 它跟一般的仰臥子都比起来 它是不用完整的一个行程 可是肌力的复合也是蛮大的 没错 那下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 柔软度的测试 抓背 在操作的时候我们再采取立姿 然后呢以双手一手在上 一手在下的方式伸余背后两侧 那请看示范 我们会去完成动作之后 去测量它的双手的中指交叠的一个距离 然后以此来推断它的柔软度是否良好 这个项目是坐姿提前弯的测试 在操作开始之前 我们会采取坐姿 那以双脚抵触量测器的基准线 那接着将双手交叠 我们会向前慢慢推伸 延伸至最极限的距离之后 动作停止一段时间 那这样子就是我们的柔软度的测试 那操作比较错误的方式 就是以弹症的方式向前操作 用反复症的方式呢 容易导致我们下背部的肌肉拉伤 或者是腿部肌肉的一个受伤 哦 哦 劲迹是直返跑 在开始之前 我们会在预备线后方待命 滚听第一声提示音之后呢 跑向对面的端线 那听到在第二声提示音发生之前 要抵达对面 如此的反复操作 这个动作呢 我们还要注意到 确实的热身 及事后的反可伸展 那因为在过程当中 我们会产生大量的加速 减速以及折返的运动 那所以对下肢的关节冲击比较大 这是要特别注意的部分 哦 以上就是多元体能训测的 全部介绍了 哦 不过教官这样整个动作看下来 好像多了很多关于柔软度的动作 嗯 主持人的观察力真的非常好 而国际多元体能训测 它不是针对体能的单一训练 而是要具备全人健康管理的观念 哦 全人的健康管理 对啊 现在我们就带你去了解 好啊 好啊 好 走吧 这里就是我们的健康管理推广中心 哦 这位是我们的运动科学系细主任 主任好 韩教官好 接下来就请主任来为你介绍 谢谢教官 那就麻烦主任了 OK 好 像我们刚刚 透过我们韩教官的教学示范说明 相信大家应该已经了解到 运动体能训练 必须秉持科学的方法来进行有效训练 所谓有效训练 主要是针对我们身体各部位的肌群 来进行肌力 肌耐力 心肺耐力 还有平衡 以及柔软度等能力的核心肌群规划性训练 主任 刚刚教官有提到一个 叫做全人的健康管理 听起来很厉害 那这个是就像我们去健身房一样 要吃一些特别的餐点吗 是喔 其实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体能必须还是需要透过科学性 以及有效性 来进行规划的训练 体能跟站立不外乎就是来自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运动 营养以及睡眠 如果我们有适度规律的运动 主要可以充实我们的骨骼肌肉系统 以及心血管系统的正常运作 而每日均衡及规律的营养饮食 可以去补足我们12个系统中 每日所需要的7大营养素 像糖 蛋白质 脂质 维生素 矿物质 水分 还有扇食纤维 这些都可以用来修补我们身体的损伤 调节正常的运作机能 那充足的睡眠 何谓充足的睡眠 根据美国卫生署 疾病管制署 他们所建议的 18岁以上的成年人 每天必须要睡满7小时 那深层的睡眠 必须要维持120分钟 得一个深层睡眠 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顺域 原来感谢主任 这么精辟又详细的解说 不过呢 要练就强健的体魄 当然不能只有实施 刚刚主任说的那三大要素 在部队里头而已 而是要在家里或日常生活 也要练就这么健康的生活形态 那要怎么在家里面 或是有限制的条件之下 每天的持续运动又有效果呢 我们就要请到名师了 他是训练超过10万官兵的冠军教练 教练 欢迎你 嗨 主持人好 刚刚在等待的时候 听到你说想知道 可以维持每日运动 又能达到健康身心的效果 那不知道 你有没有听过 政府所推动的运动357呢 身为体育主播 我当然有听过 但是有没有实施就另外一回事了 没有关系 我等一下会带三组动作 包含徒手的肌力运动 以及腿部间歇运动 以及节拍超慢跑 这三组运动 来让各位运动身体 达到健身的效果 好的 教练 你看我已经准备好一身的运动服了 不过镜头前的大家 有可能还没有准备好 我们让他换个装吧 好哦 那就让我们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就换个装 来听歌咯 你不要卖 我不要卖 你不要卖 你我不好 你不会磨不过 我膽怀 你不会卖 因为你看一下 你不相亏 你不留 你不处 你不过 你不过